欸 美拉蒂 你在幹嘛 我在找一個可以泡溫泉 又有游泳池 然後又有森林步道可以走走 又不會離台北太遠的地方 好 那我知道一個地方 我帶你去 走 那我不要那種碰到下雨天會很狼狽 又不能洗澡的喔 啊 我知道啦 走吧 在去大阪跟之前我們先到桃園來吃這間咖哩 它這間木咖哩呢 是今年才新開幕的 那它就在桃園的居石市集的對面 那它這邊一進來就有一區走道區 那就是可以做外帶的人等候 還有跟那個裡面的餐廳做區隔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料理台 就是方便廚房那邊 把餐點準備好放到這邊來 這一次的大阪跟成員 還有竹容跟愛麗絲 它這裡就是有牛豬雞 這三種肉的咖哩 然後也可以選豬肉跟牛肉這種雙拼的咖哩 那如果不要吃肉的話 它也有就是完全都沒有肉的咖哩 那點餐點它都會有 附半顆糖清淡還有飲料跟湯 它這邊還有可以選擇困難症候群的人 玩的小遊戲 就是你可以隨便選一個入口 然後連連連連連 看連到哪一個走到哪一個 就吃哪一個 就不會有選擇困難了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蠻適合我的 它這個雞肉是有先煎過的 而且它這一份有四塊 都蠻大塊的 看 這個肉超好吃的 特別是豬肉 我沒有吃過豬肉吃起來 口感比雞肉比牛肉還要軟 我點這個是他們的牛肉咖哩 聽說這個牛肉咖哩是他們這邊 排行榜的第一名 我們來參觀一下他們的書版 牛肉是用哪一個肉 美國 牛的哪個部位啊 牛的 可是吃起來很嫩飽 很嫩 而且沒有筋 對啊 它其實 比較有二條 你要吃起來比較香 一定要煎過 那它這個香味煮出來之後 咖哩再去做 那它煮出來的咖哩會再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這裡的咖哩很濃 而且它這個料很多 然後你混在才200塊 那這間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肉啊 都有先煎過 然後再下去燉 燉成咖哩 這樣吃起來呢 它的肉就多了一個 香煎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那個很好吃 我們從剛才吃飯的地方 大概開個30分鐘 就可以到這個大阪根的森林度假村 check-in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度假酒店吃 如果說要來辦點check-in的話 要小心不要跑到隔壁的 浩溫泉的入口那邊去 右邊站每個禮拜六跟禮拜天的 下午4點到5點 都有免費的棉花糖 一個人可以拿一支 我拿到這個棉花糖 這個只有六日才有的喔 那它在這個裡面啊 有這個森林度都可以走 還有溫泉SPA區 還有園泳池跟遊樂區 那我們這次是住這個太子會館 那早餐也是在這邊住 這個太子會館 它是在中間那條入口進來後 開大概一兩分鐘就會到的一個住房區 我們來看看我們這次住的房間長什麼樣子 走進來它左邊就是衣櫃跟冰箱的地方 然後右邊是浴室 你看我們這次住的房間 是一個雙人床跟一個單人床的房間 對啊還不錯 我原本以為是兩張單人床而已 滿大的 對啊結果它這個是一個雙人床跟一個單人床 房間很大齁 然後前面這裡它還有兩張椅子 然後跟一個小桌子可以在這邊喝茶 然後一吻望過去就是一個森林的view啊 對啊 風景很好 哇你看 森林耶 廁所也滿大的 有很大的淋浴的空間 可惜它沒有免資馬桶 它這邊除了一般客房還有森林景觀的客房耶 而且它森林景觀客房就是在森林步道裡面耶 感覺很不錯 雖然它這裡的飯店不是很新的飯店 可是整個來說也不會有啾啾的感覺 很棒耶 那晚餐前我們進來大阪跟原始森林區的步道走走 那它這邊有分一環二環三環 剛才也是全台灣唯一僅存的低海拔熱帶雨淋區喔 原始板跟森林區就是從這裡移走進去 欸一進來就是聰明兩校生 在低海拔可以看到這種森林也是滿難得的 而且開車從台北大概只要一小時而已耶 欸你看那個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在這個森林步道裡面的房間耶 真的耶好酷喔 它剛才有說啊只有這個一號步道有像這樣子的街址 比較好走 對 然後在二三步道的話就是一般泥泥的那種道路了 它指的那個國寶級大阪根在哪裡啊 這右邊吧 啊這個這個啦 我看照片了 這是這個啦 大阪面的根啊 對不對 一片的根就是叫做大阪根 九丁蓉 我剛剛看介紹的 這大阪根呢 它是屬於熱帶雨林特有的柴木 因為啊它生長在這種斜坡的地形 然後為了要支撐它高大的身軀 所以它的根才會演發成這種片狀的板根 在台灣呢有兩處的板根非常有名 第一個是在墾丁國家公園 另外一個呢就是在這邊的九丁蓉 它這個就是包包的一片耶 很酷耶 那我們去看神木吧 它這有神木嗎 我剛剛看那個介紹有說 終於知道這裡為什麼叫做大阪根了 真的 我之前我也不知道這裡到底為什麼叫大阪根 還以為是大阪根 Merry你看這個東西叫做姑婆魚 它這個東西呢它是有毒性的喔 你如果說吃下去的話會死掉 但如果說這個東西你可以把它塗抹在腳上面 你被蚊子咬的話它就是可以馬上消腫 我們去那個彩虹吊橋跟那個神木 被它每年釋 哇好大顆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顆好大顆喔 天啊 哇 那個熱帶雨林的地方啊 熱帶雨林的樹就都會長這樣子耶 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邊啊 在四月底跟五月初的時候 還可以看得到螢火蟲 那我們現在因為是五月中來 所以就已經沒有了 欸你看這個你看這個 幹花蓉大阪根 你看這超大的耶 欸 吊橋就在那邊 在幹花蓉大阪根的旁邊 旁邊 如果你只是想要走三十分鐘走一環的話 就是看到這個彩虹橋就可以往彩虹橋那邊走過去了 那如果要走二環三環的話 就是直接往上走 就是走二三環的路線這樣 超多蚊子 來的話要噴防蚊液啊 走到這裡要非常小心安全 因為這個大覽又很低 然後地板又很滑 所以要注意安全 它這邊一環的步道啊 都規劃的蠻好的 也都蠻好走的 那重點的景觀也都有看到 而且走起來也很舒服 也不會太累 我覺得這裡就是超近版本的太平山耶 這裡很不錯耶 對阿 又近 又分多近 吊床耶 對那邊有個吊床耶 你要去拍嗎 不要 好吧 那就我去了 以前我都覺得這種山上的步道啊 都是老人家才會來的地方 結果現在來到這邊也覺得自己還蠻喜歡這種地方 對阿 很舒服 就都覺得在台北生活久了 偶爾來這種地方 然後就可以聞得到很新鮮的空氣的感覺 空氣又好 空氣又好 對阿 就覺得一個週末 然後讓自己遠離一下都市 哇你變老了 晚餐因為大阪跟裡面的餐廳 我們覺得都價位有一點點的偏高 所以我們來吃這個台灣翁瑤雞 它從大阪跟開車過來大概10到15分鐘 這邊的裝潢都很古早味的感覺 還有一個烤鮮雞 還有一個高麗菜 一個桂竹筍 跟炒鮮嫩肉 烏妹姿 招待的喔 它這裡的飯是免費自取 而且可以當這個旁邊的雞油醬 它說零三分之一茶匙的雞油醬 哇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好香喔 感覺吃這個雞油飯就可以吃完一碗 它這邊的分量都蠻大的 然後它這個就很脆很好吃喔 烤掉了 這是我們的 這一隻雞應該是我們的了吧 耶 都快吃飽了 主榮這麼帥氣的動作 要不要交給你阿 我不會 鏡頭打開來你就什麼都會了 是什麼 趕快啦 屁股 屁股好吃啊 啊 我不要屁股 好吃耶 這皮好脆喔 我們大家都把這個雞油的地方吃掉了 然後剩下白飯都沒有吃 我們點這樣子一個人是260塊錢 很可以 現在要去泡溫泉了 泡溫泉就是在這個熏風會館 它這邊的溫泉是請日本人來這邊挖的喔 這邊的溫泉水啊 對肌膚非常的好 所以又稱為美人湯 我們來這裡泡溫泉 他自己在自己的泳衣跟有貌 那等一下裡面是不能設置的 所以我們就 一直泡溫泉還蠻舒適的 對啊 它這邊有分成幾個不同溫度的溫泉池 還有那個沖沸的SPA區 然後還有幾個不同的那種 方寮池 還有蒸氣室跟按摩的地方 再來呢 溫泉不變的 難怪有的人 這裡在板跟咖啡廳這邊 8點到9點半沒有助餐歌手 耶!人人有獎 今天是人人有獎是不是 我給你一個家人 耶!省了買伴手裡的錢 謝謝 感謝各位貴賓在這個週末 選擇在我們大阪這邊 設計會有一個酒店度過 祝福樂貴賓有個愉快的夜晚 謝謝 謝謝 唱得好好聽喔 謝謝 早安 你在幹嘛 最新手分多金 早餐就是在我們住的地方 樓下的這個太子溪餐廳 它這個也是包含在禁止裡面的 它的時間是7點到10點 它這邊的早餐就是Buffet式的 它有熱食啊有麵包啊有蛋啊 然後飲料啊這樣 有你最喜歡的喜瑞兒耶 只要有喜瑞兒就可以吃一餐的人 嗨早安 加油加油加油 它這邊還有千尖的乾餒 還有蘿蔔糕 我們拿超多的東西 根本就是想要把早餐吃完之後 午餐就可以不用吃了 它這裡還有餵魚的地方耶 餵要餵 好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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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它嘴巴的髒也太大了吧 到底是有多餓 我的天啊 然後我都要衝上來了 嘿 你看一個疊一個 然後我們去看那個娛樂中心 它這邊有這個社會標的 然後左邊是小小朋友玩的 前面還有賽斯 看起來好多人在開啊 對阿好像很好玩 結果結果希望 在沒開車之前要先來練一個 它多了你會沒事就開個180在路上嗎 對阿 Berry換你玩 天啊這也太好玩了吧 左邊還可以讓人家玩撞球跟桌球耶 對 這裡帶小朋友都很適合來耶 好多玩的東西喔 那它這邊的設施啊 有一些是住房費免費使用的 然後有一些就要另外再加錢一下 在大阪根這裡啊 是日據時代台灣T做最大的製茶廠 這個重油發動體啊 是茶廠的心臟 對製茶也是很重要的東西喔 台灣的茶 你們一定看過這個 這個牌子吧 立頓奶茶 這個 昌寧海 FORMOSA烏龍T 是由1869年Jung Dog 把這個牌子推到美國去以後 台灣的FORMOSA烏龍T 這看起來很像立頓奶茶耶 怎麼像 它這個盒子都好精緻好漂亮喔 你們有看前面那個台灣地圖嗎 是啊 這個啊 它以前就只有我們養大道成這邊 是熱鬧的地方 每次一集啊 風環水都沒有東西 對啊都空空的 它以前應該都是 靠著這個河流做運輸的交通工具 你看這個北投這邊可以泡溫泉耶 北投也是有一區 這好酷喔 很難的看到台灣早期的樣子 好啦我們要回家啦 它大碗根真的是很好玩的地方耶 離台北又很近 但也很適合帶家人啊 或是一群朋友一起去玩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掰